宋楚瑜参选2012联署人数已经接近40万超过法定联署的门槛 下周将把联署书送到台湾所谓中选会 等到确认取得参选资格之后 宋楚瑜将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参选 宋联署不断向绿营喊话 也确实获得了绿营人士的暗注 寻求打破蓝绿的宋楚瑜 如今的却寻求绿营的支持意欲合围 我们来看今天的热点追踪 宋楚瑜为取得参选2012台湾地区领导人资格 积极动员联署 其间还多次接受亲绿媒体参访 声称只要联署过门槛就会选到底 在这段时间宋楚瑜炮口对准马英九和国民党火力全开 言辞犀利 而对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苏家全 偶有批评也只是轻描淡写 在对苏家全豪华农舍事件更是畏之一词 与其泛兰政治背景和主张相违背 拉绿营支持其联署的意图明显 而绿营认为宋楚瑜参选将瓜分马英九的选票 所以独派团体在明里 民进党人士在暗里 分别协助宋楚瑜联署 台湾媒体近几天更是点名 七位民进党高雄市议员的服务处在帮宋楚瑜联署 尽管民进党七民党都否认 但绿营驻宋楚瑜联署在岛内已是公开的秘密 名单被公布之后 蔡英文态度也转趋低调 他说这是零星个案 看起来比较像是选民服务 宋楚瑜一直以打破蓝绿自居 但他最近一段时间的作为 已使打蓝蛛绿这一迹象公开化 宋楚瑜这个一贯反台独的政治人物 现在却寻求主张台独的团体的支持和协助 其政治人格可以说已极度扭曲 其实宋楚瑜即使参选也绝无胜选的可能 从目前的情势上看 马英九支持度虽领先蔡英文 但领先幅度在十位数上下浮动 选情一直呈现紧绷状态 宋楚瑜的选票大多来自蓝莹 在此状况下 他参选等于是在翘翘板上和蔡英文坐在同一端 所产生的起伏效应势必冲击马英九的选情 宋楚瑜所作所为等于助蔡英文一臂之力 与李登辉的起马保台主张相呼应 难怪有台湾媒体直指 宋楚瑜从绿营手中获得